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几天前 解放军空军对外披露 空军航空兵某师 近日组织轰6K等多型多架轰炸机 在南部海域进行岛礁起降训练 借此提升全疆域到达 全时空突击 全方位打击的能力 这是解放军空军首次在南海岛礁 进行轰炸机起降训练 此时迅速被国际舆论所关注 中共的喉舌多维网 他发表文章称 根据轰炸机起降的跑道的编号 可以确定 所谓南部海域岛礁 就是西沙群岛的永兴岛 永兴岛上拥有三公里长的 可以起降大型飞机的跑道 此前就有报道说 解放军空军的歼11B战斗机 曾经进驻过永兴岛 只是这一次是解放军空军最新型的轰炸机 性质似乎有了不同 战斗机还可以说成是自卫性武器 轰炸机毕竟是进攻性的武器 据报道 轰6K的作战半径大约是3000公里 如果以永兴岛为基地 解放军空军的轰6K轰炸机的打击范围 几乎可以覆盖整个南中国海和周边国家 至于靠近西沙群岛的越南 更是不在话下 消息公开后 国际舆论有所触动 越南政府在星期一 对此表达抗议 要求中方立即停止这些举动 越南可能是唯一一个 向中共政府提出抗议的南海相关国家 此外 美国也表达了对此事件的关注 那么 中共演练轰炸机在西沙群岛起降 真正的作战目标是谁呢 从目前来看 在南海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 同时又有军事实力和中国对抗的国家极为有限 海空心势力最强的应该就是越南了 其他国家根本就不值一提 问题就在于 以轰6K的作战半径 似乎并没有必要从永兴岛起飞 就是从大陆的机场起飞 就足可以攻击整个越南全境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中共在永兴岛上起降 这种中型轰炸机 显然主要不是给越南看的 比较大的可能 是针对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而向美国示威 只是 这些岛屿的面积狭小 飞机跑道很容易受到攻击 而且难以修复 对于像美国这样拥有强大海空军的国家 以这些岛屿作为基地 对美国的威慑力可能非常有限 前几天 中共的外交部对俄国 帮助越南在中国的南海领域 开发海上石油 表达了不满 那片油田在中国管辖的海域内 深入中国的九段线 85公里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越南在南海领海问题上 挑战中国的主权了 越南实际上是在南海问题上 对中国进行挑战最严重的国家 甚至中国游客身穿印游南海九段线地图的T恤衫 入境越南 竟然T恤衫都被越南警方没收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国家也在南海挑战中国 除了阅兵演习和撒钱之外 习近平几乎是束手无策 甚至可以说南海就是习近平走脉城的地方 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五年多时间来看 习近平在南海至少遭遇了两次重大失败 第一次重大失败是在2014年的5月间 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 在中国西沙群岛基线12海里的地方 进行石油勘探 越南军方派出军舰进行阻止 随后越南政府又煽动越南民众 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示威和抗议 最终演变成疯狂的反华骚乱 导致数百名在越南的中国人伤亡 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路透社在当年的5月15日 以超过20人死于越南的反中暴乱为题 对此进行过报道 该报道称 一有21人死亡 其中5人是越南人 其余为中国大陆人 面对越南发生的反华暴乱 以及中国公民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世界上的主要媒体都做了大量的报道 香港和台湾更是全天连续报道 但中共控制下的媒体 却完全对此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在那场反华骚乱中 中国公民的真实的伤亡人数 时至今日 中共政府都没有做出一个正式的调查报告 越南煽动反华骚乱的时候 正在国外访问的房峰辉总长说 中国在西沙群岛中建岛12海里地方钻井勘探 是在自己的领土领海上进行勘探 这个前提一定要搞清楚 中国在自己专属经济区打井 完全是一种正当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越南出动舰船进行干扰破坏 是绝不允许的 中国将坚定保护自己的钻井平台 确保作业顺利进行 房峰辉总长还强硬表态 这口井一定要打成 不具任何外来的干扰和破坏 在越南发生针对中国人的重大 人道主义灾难之后 习近平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 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 兴师问罪 至少也应当广泛的发动国际舆论 召回世界各国和联合国 让越南政府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习近平不仅忍气吞声 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讨好越南自取其辱 在7月15日 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 竟然提前30多天撤出了钻探水域 越南总理阮靖勇随后表态 这是越南的伟大胜利 应该被铭记实测 可以想想 这个撤退的决定 一定来自中共的最高层 除了习近平之外 无人能够在这个问题上 做出最后决断 这是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 军委主席后 做出的第一个 关于南海问题的重大决定 从整个事件的演变可以发现 习近平当局事前没有进行推演 事后没有定力 整个决策过程一错再错 实在到了令人无法理喻的程度 由此充分显示出习近平 既不知己更不知彼 这无疑是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一次 双重失败 特别是从越南发生反华暴行以来 可以明显看出习近平在思想上封闭 应对失措 决策草率 虎头蛇尾 习近平的荒唐和无能 在这次石油勘探事件上 已经表露无遗 习近平在南海问题上遭遇的 第二个重大失败 就是菲律宾的南海仲裁案 当时菲律宾决定通过国际机构的仲裁 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权利 对于菲律宾的这个行动 中国并非没有应对的办法 其中上策就是直接退出海洋法公约 不接受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的约束 不承认所谓的200海里经济区的说法 让总裁机构失去法律依据 当年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 为了讨好所谓的第三世界 极力推动200海里经济区 让中国成为海洋法公约最大的受害者 最直接的危害就是给了南海其他国家 侵占原属于中国的南海的法利依据 假如习近平退出了海洋法公约 这实际上是对当年毛泽东周恩来 历史性错误的一种纠正 再有 中策就是积极参与仲裁 根据规定五人仲裁小组 菲律宾和中国可以各指派一人 剩下三人由双方协商推选 但是因为中方拒绝参与仲裁 菲律宾方面于是要求国际海洋法 法庭庭长他指派人选填补空缺 结果这个庭长指定了对中国最苛刻的人选 俗话说兵来降党水来吐屯 以中国巨大的财力物力和影响力 党局完全可以聘请世界上一流的法律专家 向国际仲裁法庭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法律文件 同时选择支持中国立场的法官 拒绝立场偏颇的法官人选 这并非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维护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权利 至少也可能将这次仲裁长期拖延下去 形成财而不决的局面 熟悉国际规则 善用国际规则 这才是解决国际争端中 现代国家的重要体现 中共当局放弃这个战场 无疑是一件千古憾事 可恨的是 中共当局选择了最下策 对国际仲裁置之不理 结果在2016年7月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 对南海仲裁案做出了最终裁决 判菲律宾胜诉 并否定了九段线 还宣称 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的所有权 对此 中共政府固然可以不接受不承认 但是 海牙仲裁法庭 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权威 却无人能够否认 无论如何 公然蔑视国际仲裁法庭的正式裁决 与中国的国际声望并无益处 作为南海的主人 中国一直没有胆量 给周边的客人定规矩 在重大问题上咄咄闪闪 以其维持南海的暧昧局面 可是菲律宾却不干了 他要当南海的主人 来给中国定规矩 南海仲裁案 给了菲律宾以要挟中国的口实 结果 为了避免更大的尴尬 习近平不得不大笔援助菲律宾 让南海问题成为菲律宾 敲诈习近平的提款计 这个仲裁的结果 让中国不仅最终要输掉地 而且还要输掉里 这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重大失败 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失败 这个裁决一做出 从长远来看 中国已经失去了拥有南海的法理基础 除非能够修改海洋法 废除200海里经济区 同时武力夺回 被越南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占领的岛屿 中共当局 通过在无人居住的岛礁上建造陆地 其实是在回避矛盾 不敢正视自己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更不敢夺回这些被非法占据的岛屿 这次越南再次打脸习近平 邀请俄国和印度 共同开发位于中国管辖区的海洋石油 俄罗斯之所以敢于接受越南的邀请 专家认为 莫斯科是看准了 北京不会真的同河内翻脸这一点 其实越南也是看准了这一点 因为习近平 依然还在用上个世纪的大脑进行思维 依然还在用意识形态来代替国家利益 心甘情愿的被越南所愚弄 尽管习近平对越南一再示好 对菲律宾一再输成 结果这次中共空军的轰炸机演习后 越南立刻出来公开表示抗议 菲律宾也表示要采取恰当的外交行动 来保护其对南中海争议岛屿的主权声索 事实证明 习近平在南海上述这两个重大问题上 都做出了最愚蠢的决策 先败于越南 后败于菲律宾 丧权辱国 遗恨后事 现在习近平在南海进行空前规模的海上阅兵 以及派遣轰炸机在西沙起降 可能只是习近平为当年自己的耻辱进行的自我心理补偿 与国无异 于事无补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小民之心 小民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